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心血管是有靠运动来维持的 但是运动过了 它也不好 运动过多了 你把骨骼伤了 从心脏到大脑 从婴儿到老年 分秒之间都离不开它的支撑 猪蹄汤 猪蹄加上伤药 最后这个家长大早 狗急者 这个能补肾转骨 中华医药 我和我的206个兄弟 马上播出 一颗平安心 百年易安宁 本栏目由易安宁玩 独家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节目 我是主持人董立平 我们来想一想 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是听一首歌 削一个苹果 还是拆一个快递呢 估计跑得快的人还能跑出七八百米呢 但是有一位医生 三分钟的时间他可以做一台骨科手术 按理说手术是西医的事情 但是他在手术之后 还能用中医的手法来进行包扎 为病人解决了大问题 说到这位医生就不得不提到骨骼 那骨骼呢 是我们人体内一个大家族 有206个成员 别看这206个成员 他们有大有小 哪个出现了问题都是大麻烦 而这台骨科手术解决的 正是我们脚上很容易被忽视的骨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缴里面是这 是煎的 因为没有马儿气 location 家历 我推过 找老吗 什么 有手 有看 他叫温建民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 旺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他主刀的这台骨科手术 是为患者解决脚上的一个骨骼问题 俗称母外翻 早上8点05 手术准时开始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州人 温主任做事雷厉风行 生活中也还处处保留着南方人的习惯 比如手术后的一杯茶 就能让他马上从紧张的状态中放松下来 这边一壶水刚刚烧开 也就三四分钟的时间 温主任那里已经结束了 这样的手术至少需要十多分钟 如此惊人的速度 对于温建民而言 并不是为了彰显成绩 而是在为患者的康复 争分夺秒 在手术台上快几秒钟 手术以后能给病人讲清可以几天的几个月的痛苦 损伤少啊 你说我拿块肉 一个钟头给你拿 跟我几秒钟给你拿完能一样吗 是吧 道理是一样 损伤少啊 而温主任这副本领 却和他年少时的经历息息相关 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勤工奖学 因为我爸 我妈是在糖果厂 我们勤工奖学 我们包糖 你知道包我们那个 那个糖啊 我包糖我一天 八二九十 我能包一百多斤 很快很快 真的比 比机器都快 那机器干不过我们 后来弄机器就包过 小时候嘛 你看初中的时候十几岁 那时候练出我这个手内在机 内机外机 我的手已经很灵活了 昨天做完手术的患者 恢复得很不错 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于脚上长这个 虽然不好看 但并无大碍的大脚骨 一般人不会引起重视 而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却能成为老年人治残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你不能走 不能活动 你活得没意思 对不对 你关心啊 能跳的 你关能车的 能车能喝 但是你不会 你不会走路 而且你走几步就疼了 你生活质量非常差 老年人到一定的岁数 他就有静脉气脏 下肢下血液虽然就不好 高血压糖尿病就来了 容易破坏一下 这块就 一模仿穿鞋破坏一下 完了这个老好不了 最后骨髓羊 最后节肢 还有呢 这是重的 轻的话 他穿不了鞋出不了门 并没在你身上 你不知道 你在你身上 你知道他的重骨性 而且往往这种人 他也不会长寿 你看 长寿的人 一定骨骼负责 好的 千百年前 我们的祖先因为裹脚 而使女性双足受尽折磨 如今 我们的鞋越做越漂亮 尖头的 高跟的 还有增高的 可谓是琳琅满目 正因为这些 不符合骨骼生长规律的鞋的出现 我们对支撑身体的双脚 又开始了新一番的折腾 所以说有些疾病我就说 跟社会的发展有关系 中医没有这个 中医没有这个纪录 所以这个现代化的疾病 但是 你看他的经理 他是因为是 刚开始是因为 阴晶跟阳晶不平衡 引起了一个金出草 古错缝 造成了一个抹外方 早年 学习中医的温健民教授 在90年代 曾到澳大利亚留学 在那里 他又学习了丰富的西医知识 使得他 在日后遇到任何病例时 都能够自如地 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去思考与辩症 中医讲的应该整体观 西医卓是黄言论 中医的整体观 辩症是他的特点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你看 我们这个 我现在把这个抹外方 就根据他这个理念了 给他抹了胃 关节抹了胃以后 保持个平衡 完了天地能合一 让病人下地走路 这我调整 这是中医的力量 西医博说你的内固定 拧钢板 拧螺丝钉 躺在床上不能动 我们让你下地活动 适当地下地活动 促进骨头以后 使到而且使到你的 筋骨质瓦调整 就是天能合一的这种观念 现在怎么我看看 很多来就医的患者 都会对手术后的康复充满了担心 而融会中西医知识的温主任 早已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 果莲外固定法 运用到了手术台上 有方法关节就完了 真的现在还没打石头 西医的方法是一个打石膏 我考虑要病人下地 打石膏弄支剂 第一个我考虑支剂太贵 支剂好几百块钱 另外一个病人不方便 下不了地 我在中医里头在 我在学中医的时候 我读到了我们医中经济就在 清朝的正骨新华柚子里头 有个果粮外固定法 果粮 我这个包招我能代替 我的拧螺丝丁钢板 还能代替你打石膏 用果粮的方法 包成个八的笨带 通过八的笨带 只要这样直接来实现以后 病人做完以后 手术做完以后 就能下地活动 和骨骼打了一辈子交道 温建民发现 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健康 但是注意力 大都停留在脏腑等器官之上 很少有人去关注骨骼 对于骨骼的养护知识 更是知之甚少 大多数人 只有到了出现问题时 才会意识到 身体里这206块兄弟 是如此重要 今年63岁的工程师刘根茂 是一个自律性非常强的人 退休后的他 将工作中的自律 转移到了生活之中 他为自己设定了 非常严格的健身计划 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副 健康的体魄 打乒乓球 一站三到四小时 我打就经常打一上午 我八点半开始 打到十二点半的时候 中间也歇 中间有时候歇几次 能打三个小时 有点过的时候打球 那些我都带着汉山 汉山全湿了都 不仅仅是打乒乓球 凡是刘工能够参与的 健身项目 他都非常热爱 王大姐和刘工 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以前在工作上有合作 但退休后 见刘工一面还真不容易 我说好几次打电话给你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过后了隔两三小时了 我说我有急事 找你都办不了了 他说我游泳去了 以前上班的时候 刘工是负责 广播电视塔台发射工作的 经常攀爬到 一百多米高的塔台上 进行天线反射波测试 那个时候 同事们只要找不见他 都知道他肯定在塔台上 可是如今退休后 大家找他的地方 改成了健身房 腿部一般都三片 他那一片是五公斤 两片十公斤 三片是五 或者四片 到头叫四片 腿部有时候他拉了个撑 那会撑腿部练腿部肌肉 基本上是两组 往后再练四组的胳膊 胳膊这块主要是练肩部 肩部的肌肉 那那个有时称的肩部肌肉 他是个运动达人 他你看六十多岁了 按道理现在咱们要说 在马路上还在哪看到六十多岁 一个老头了 对吧 他还被精神 您看那个身调还特别好 就这样 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刘工 不仅练就了一副健美的身形 看起来也显得格外年轻 这让身边的老朋友羡慕不已 本以为这样锻炼坚持下来 身体会更加强健 却没料到 忽然有一天 刘工的骨头突然跟他发难了 腿部 练腿部肌肉 健身器材有个 专门练增加腿部肌肉的这块 我是在撑这个腿 我一蹬 当然要一弄伤了就 当时就不行了 这样就疼 刘工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 但却清晰地记得 上下台阶时那种酸心的疼痛 他咬紧牙关 一瘸一拐地终于回到了家 回家以后就 就是在床上就不能躺在床上 当时很疼啊 第二站就不行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就 在这期间上厕所呢 就觉得很费劲 两到三天 就开始就直不肿起来了 腿部肿起来了 经过医院的诊断发现 原来刘工的膝盖 已经磨损得十分严重了 还伴随有滑囊炎 于是医生给了他一个建议 那就是换膝盖 我一听这个换膝盖 我就心情 我不愿意换 换膝盖 这个我听了头大了 我没到那个地步 觉得没到地步上的换膝盖 自己觉得没到 但是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没有坚持 我是带上别的院去看看 换了另外一个医院 去瞧 瞧以后呢 他说你把片子拿来看看 也是说拿片子看看 说你的片子也看看 说你这个 反正那次磨得很厉害 建议你呢 还是建议手术 我不死心 就是这块 就是没有做手术 过去在冷兵器时代 经历的战争呢 大多都是晋升混战 我们可以看到 士兵搭一个梯子 就能上城墙 这个在影视剧里面呢 也很多件 那么从那么高的梯子上摔下来 肯定是要骨折了 从古至今 经历了大大小小 那么多的战争 所以说呢 骨折的士兵也有不少 但是呢 部队里面都会有 军医随行 那这个军医啊 肯定都是以 骨科的医生为主的 但是奇怪的是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骨科著作却不多 直到唐代 才有了第一本 骨伤科的专著 那就是 令道人的 先受礼商续断秘方 这本书讲到了 很多治疗骨科的绝技 比如说 凭借一把椅子 就能够将脱臼的肩膀 恢复原位 骨折后 用夹板固定住 受伤的部位 关节还能够自由地活动 再配合上一些 活血化瘀的方剂 可以说是 外治内治 两手抓 而到了今天 医生仍然用这样的方法 治病救人 由于不想做换膝盖的手术 刘工希望通过中医的方法 得到治疗 而在温主任看来 他的疾病 就是自己那份不服老的 过度运动所致 你看他的片子 更好 骨骨科 更近骨这么撞击 这么撞击 平常我们又是 年轻的时候 有几个组织来 缓解这个力量 一个我们肌肉 先骨头没碰 骨头之前 我们肌肉 就已经收缩 来抵修他的力量 另外还有我们的任大 我们正在年轻的时候 比较精斗 任性比较好 到一定岁数以后 特别六十岁以后 它的韧性就降低了 还有呢 关节线里头有两个结构 半一半 这时候要蜕变了 变薄了 变韧性差了 还有一个我们的软骨 我们软骨大概是几个毫米 有些人说是三个毫米 四个毫米 大概三十个毫米 它到老的时候 不可能只有三十个毫米 可能一两个毫米就薄了 所以它的 它的环铁 它的撞击这个力量 它就降低了 尽管留宫的情况比较严重 但是 温主任还是决定 用保守的方法为他治疗 首先要做的 就是缓解他膝盖内侧的疼痛 小针道实际上 我们真快 算我们针灸这一大类的 我通过实际上 我们最近是放个气一样 那个轮胎气太多了 我们给你放点气出来 所以通过这个酱压 缓解这个神经的卡压 另外一个从中医讲 这个一个通落 活血这么一个作用 每次一次我就轻一次 每次一次都轻一次 为什么呢 晚上上厕所 感觉有劲 腿上有劲了 我架拐就可以 后来是今儿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架拐的时候呢 一直拐就可以走 第二第三次呢 可以轻微地自己慢慢往卫生间挪 这种感觉明显减轻 这种特别明显 中医讲究辩证失智 在做完小针刀后 根据刘宫的情况 温主任开始为他调理脾胃 皇帝内经讲到 脾主伸之肌肉 脾在五脏六腑中 相当于一个丫鬟 他很忙碌 哪儿出现问题 他就马上去解决 或者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在一个大家族中 最怕丫鬟生病 因为他生病了 就没人做饭干活了 这个家族 就会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所以中医非常强调皮的意义 皮主一身之肌肉 假如皮生病了 人体的肌肉 就会出现问题 这我后来用调皮的办法 所以因此我当时用的 比我有名一个啥 就武林啥 二层汤 再加上补一肝腎的 一直办法 马上那黄磨炎就修了 就很高兴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刘公已经不再需要双拐 来辅助走路 温主任教了他一些 调养膝盖的方法 帮助他恢复健康 只要我闲的时候 我就每次都在 脚尖 现在不是一百下 我每天三百下 这五百下是多 我现在三百下 脚尖也三百下 脚尖三百下 六百下 练练练练 每天我都练 现在老练老练 现在走到这儿切松了 身体康复后的刘公 心情特别好 在他的家里 刘公饶有兴慰地 给我们介绍起 他的另一大爱好 爬山 这是去浙江沥水 一个锁道 我们爬上去 这有六百多米高 我第一个爬上去 你看这块锁道 就是为了爬山去锁道 退休前的刘公 无论走到哪里 只要当地有山 他定是不会错过 年轻时候 经常爬山 还有时候去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还练过这个 爬楼 台阶都练过 爬 爬 往往爬 十几层都练过这个 增加的膝盖的一种耐力 我都练过这跟他们一块 那时候有点过失 不懂吗那时候 退休之后 刘公每年都给自己 设定了两次国外的旅行计划 在他受伤刚好的日子 又去土耳其爬了一次山 为此 温主任对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接着他生理 他是很有肌肉 爱断量 但是因为毕竟六十多岁的人 筋骨已经不如仰来了 你不服老不行 断量过度了 所以引起一个韧带损伤 引起一个微骨折 而且他这种微骨折 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他这么断量没事 到老的时候 因为有骨折疏松 骨头的韧性强度 都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么一个过度的运动 就会引起这个骨头 热爱的损伤 最后引起的很大一个麻烦 年轻时爬塔台 后来的登山 再到退休后 对运动的各种痴迷 这些都是造成 流宫膝盖吃不消的重要原因 而在温主任眼里 有一些老年人 喜欢和常见的活动 也一样藏着潜在的风险 比如说这样 还有这样 倒着走 倒着走我不足够 倒着走好来拿呢 我看过那个倒着走 给扮骨折的 本来我们老年人 推久就不立立了 是吧 你倒着后面又看不见 有个小石头 只扮一下就摔死了 摔着做了大批 右锥骨折的 胸锥骨折了 或者跨步骨折了 或者腕步骨折了 有段时间 撞树 撞树我见过几个 就是撞骨折的 胸锥撞骨折的 它的力量 力度掌握不好 以后撞出骨折了 我见过好几个 撞出骨折了 撞裂了 有 他不知道疼 怎么老疼 越撞越疼 我说你不能再撞 再撞你汤了 胸锥这块 支配着我们下肢 大小便 像倒着走和撞树 还有一些不当的运动方式 非但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反而容易伤到了骨骼 因为骨骼看似坚硬 想保持它的好状态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健康了 我们关心自己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尤其是我们的心脏 但是您关注过自己的骨骼吗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人体的二十四节脊椎骨 与大自然的二十四节气 是相对应的 足以见得我们祖先的智慧 其实骨骼就好比是盖房子的钢筋 它能将房子建得坚固结实 保护着我们最在意的脊髓 心脏还有大脑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是受了小伤 却最后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呢 这是北京一个女企业家协会 2019年开年的一次聚会 会议的主题是各位企业家 关于新年计划的阐述与交流 因为都是女性 所以每次聚会都会有服装的主题要求 而这一次的主题是旗袍 会场上各位爱美的女士打扮得得体且滑贵 但是有一个忙碌的身影 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她四处张罗里外安排 这么绚业的一场旗袍聚会 她的脚上为何穿了一双这样的鞋 这位王正宜大姐是这个协会的负责人 今天这场聚会就是她亲自策划的 一向注重形象的她 身着漂亮的旗袍 可是脚上搭配的那双男士运动鞋 实在是让王大姐有苦难言 因为几周前她的脚崴了 我是因为急性子 走路可能没往下看 就是往前就这么走了 没看脚底下 就那么四公分的台阶 一下子脚下去没全下去 因为咱们走路人是往前 有一个惯性 所以这脚下去一半 人体是在往前冲了 一下子就崴下去了 就这么崴了一下 当时我老爸也说 看看能不能走 骨折没骨折 我说能动 因为当时起是起不来了 别人给我拉起来的 但是能走 我说没事没事 我说可能就崴了一下吧 没事 既然只是扭了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王大姐心想只要稍作处理 应该就无碍了 看着自己亲自操腕的会议 有条不紊的举行 王大姐心里甭提多欣慰了 哪有时间去想脚上那点事 刘公在腿部康复治疗的时候 有一次在医院竟然意外遇到了好友王大姐 询问之后才知道 王大姐几个月前崴了脚 如今疼痛已经蔓延到了小腿 由于在骨头上吃过亏 担心朋友走自己的老路 所以刘公劝王大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医生对于王大姐这种一物病情的举动 感到十分担忧 那么像他这样做 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呢 这个病人他是来看的时候成就的 他为什么成就 两个月了 他没看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没看 还是是怎么回事 成就性三个字 我第一次才知道 成就性跟新鲜的是有区别的 这个我就理解了 我自己还 就自己用通俗来讲 比如说一个新鲜的水果 你切开以后 看着那个水分都特别的充分 你要放个十天半个月 那全萎缩了 对吧 我这个相当于是这样了 就死了这个断面 就等于是 对于王大姐的情况 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 马上做手术 同时配合中药进行治疗 而王大姐却根本不想做手术 因为为什么我开始不想做 他告诉我三个月不能下地 一年以内你不能正常地走路 我一听这个就有点 因为我是动惯了人 每天都在动 后来我说能不能不做 而且当时我已经准备要 去我老伴老家了 机票全买好了 他说不行 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有可能将来就走不了路了 那我也想不行 我真走不了路了 我八十岁 甚至说九十岁 我坐轮椅 那多麻烦呀 那我说那好吧 那就坐吧 但是我心里还真有点害怕 在医生的一再坚持下 王大姐最终 还是接受了手术治疗 成就算骨子里 本来就不好吃 再加上她岁数大 再加上她的骨头 掉下来叶球也不好吃 为什么 血运不好 血运不好 因为你看我们骨头是 骨头跟正代这个健骨之间 它是有血液供应的 骨头越小 它血运它过不来 所以不爱长 不好长 再加上成就 成就骨子就不爱长 老年人骨头脆 正是七十岁王大姐的特点 中医讲肾主身之骨髓 也就是说肾是父母出生时 送给我们的宝库 如果肾经充足 骨骼就会得到骨髓的充分滋养 而强健坚固 而肝主身之筋膜 使之肝的健康 与我们的韧带筋膜 关节息息相关 而王大姐正是肝肾亏需导致的骨骼问题 医生则在手术之外 为它进行中药调理 帮助它的骨骼尽快愈合 我这有六味地丸为主 加上四五汤 四斤的汤 再加上一些补生状 骨髓补 穿断 肚重 质囊铜 特别这里头加了个质囊铜 因为长骨头质囊铜是很好的一个药 这是我们骨科必用的一个结果药 这样吃了几个月 三个月吧 骨头长上了 我原来当心它长不上 脚上消肿之后 王大姐本以为卧床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 温主任给他下了命令 每天必须驾着双拐下地走动 这可让王大姐吃尽了苦头 你别看人处双拐那么容易 真费劲啊 我刚撑死了两圈我就盯不住了 走不动了 真的是走不动 整个这个全身太累了 然后回来就休息 我们骨头的代谢稀有我们肌肉收缩 也就稀有我们力量的 我们应力的刺激 骨头才能长 休息呢 比如休息一个小时 再接着再走一圈 每天就这么走 但是不能过分啊 温教授说 然后教授第二天比如查犯就说 走了吗 就走了 我说走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特别岁数大了 为什么要在那儿运动 又防止血栓 关于血栓的问题 很多人崴了脚 我都见过崴了脚 血栓了 做个关键镜 血栓了 甚至做微酸 外方都我都血栓了 中国有句老话 伤筋动骨一百天 足以说明骨骼一旦受损 康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想要养好骨头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骨骼呢 我们聊了这么多 那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 除了片子里面说到的方法 保养骨骼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那我们就再来聊一聊吃 比如北方人爱吃的芝麻酱 就是不错的选择 有人将芝麻称为补钙之王 还有牛奶 菠菜 都是很好的补钙食品 另外海蝉品里 虾皮 海带的含钙量都很高 常吃海鲜的南方人 在补钙这件事上 可以称得上是得天独厚了 其实无论是北方人 还是南方人 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子 都建议平常多晒一晒太阳 让补充的钙更好地吸收 那说到骨骼呢 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是当运动员的材料 跑得快 跳得也高 骨骼就是好 但是也许有的人 每天走上两万步 爬一次山 就觉得膝盖疼痛 磨损得厉害 其实啊 这种问题都是在所难免的 皇帝内经中有这样一句话 法于阴阳 何于数数 讲的呢 就是适应大自然的变化 找到适合自己的保养运动的方法 养护我们的骨骼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年过去了 在中医的精心调理下 王大姐终于好了起来 而康复后的她 决定辞去那些社会职务 开启自己的养骨锻炼计划 年龄大了 脑子够用 体力不够用 精力不够了 那么正赶上 我这个脚做手术 一年 温教授跟我说 一年不能够大走 那我就没办法 因为我是经常要 到会员的企业去走访 我要了解他们的企业的状况 我有时候会给他们出主意 有时候会给他们相互之间嫁接 那么这些工作我就做不了了 所以这样我就退去二线了 现在的王大姐 只要有时间 她就会出门走一走 活动活动筋骨 但她每天走路 不会超过一万步 因为温主任提醒过她 步数多了 反而损伤我们的骨骼 而一直热爱锻炼的刘公 也已经康复了 现如今 她告别了那些高强度的锻炼 在家经常按照温主任教的 一摸二刮三崩四钩的口诀 保养自己的膝盖 一摸就说 我用两个从大腿上面摸摸到 你膝关节 过膝关节再进过小腿 这么摸 大概摸有几分钟 完了刮 是用我的两个拇指 食指还有中指 形成的墙一样的 刮着我的冰骨上下的活动 崩了是崩了骨石头肌的肌肉 勾是勾的怀关节 这是一个主动的功能锻炼 能让你的肌肉 慢慢地结实了 保护膝盖 是 一摸 二刮 三崩 四钩 这四个就记住了 记住了 其实 在骨骼这件事上 从生理而言 的确有着一些特殊之处 比如女性 就比男性更容易 在骨关节方面出现疾病 就拿骨质疏松来说 65岁以上人群中 男性患病率达到10.7% 女性患病率竟然达到了 51.6% 女性她有个特点 她到50岁左右 她停经 停经以后 她这个骨质就收松 她要比男来得早 来得猛 这时候盖的丢失 就比较厉害 你到我的关键病房去看 女性的多 你到我闯伤病房去看 男的多 为什么 女性 对骨关节一样比较多 特别是膝盖 她每天 蹲上蹲下 又比男性 多得多 我算过 这一辈子 咱们就按照75年算 你能走路一岁多吧 最慢一岁多 一般咱们的一岁左右 只能走了 是吧 咱们又到76岁 恰留着75岁 你一天女性上厕所的厕所 她又蹲 男性都不用蹲 所以她就蹲上蹲下 从这块 她在生理上 她又比男性的多 十几万尺 你想十几万尺 老这么尬 跟我不用她能一样吗 是吧 所以女性从这点 她就应该说 她膝盖又坏得快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我们的身体里 每一块骨骼 无论大小 都有自己的一般岗 是一个超级精密的组合 它们在身体中的地位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今天我就做这个猪蹄 猪蹄汤 猪蹄加上山药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 养护骨骼也不例外 在这件事上 温主任也有她的独到之处 它的行的盖子 给了很多 另外它有个好处 鸡胺蛋白很多 骨头里头有很多 是必须有鸡胺蛋白组成的 中医讲的已行不行 这边炖猪蹄汤的功夫 温主任又忙活起了 另一道菜 轻炒冬瓜虾米皮 先将冬瓜放入锅中炒熟 冬瓜渐火驱失 而这道菜的重要角色 是虾米皮 它的含钙量 是牛奶的十倍 每一百克虾米皮中 含九百九十一毫克的钙 含钙量要远高于牛肉 猪肉和鸡肉 被称为天然钙库 煲了有半个小时的猪蹄汤 此时要加入一道食材 山药能够健脾强筋 皮得到了滋养 身体里的鸡肉 就会坚实有力 足足炖煮了一个小时的猪蹄汤 出锅前还可以适量加入 健脾和味的红枣 和补肾柔肝的枸杞 海鲜基本上补肝 因为我没通空 我没有通空 所以我就爱吃鱼 但是有通空的就要注意了 这个海鲜就少吃点 人体在儿童时期 对钙的需求量大 而到了老年时期 钙的流失量大 男性65岁左右 女性50岁左右 开始出现钙的流失 所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多吃海产品来补钙 这对骨骼是非常有益的 温主任就是这样 将养骨的功夫延伸到了餐桌上 到了岁数 你娘亲也好点 他们两个都是那个 有点骨质缩松啊什么 所以吃这个能够 能够这个让你的骨头更降壮 你筋更筋豆 咱们吃饱了 吃饱了 来 尝尝这个 尝尝这个 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汤 和补钙的海产品 一家人都很喜欢 温主任也会告诉自己的病人 在治病的同时 借助食物的力量 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健康 除了吃 温主任更是建议大家适当地锻炼 而锻炼的强度 则要量力而为 我骨骼很好 你别看我怎么怕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关键炎啊 我没有关键炎啊 我也没忧疼啊 我一天做几个手术下来 我又还不疼啊 但是现在老了啊 有点累了啊 但是没有忧疼 一个我锻炼 我适当地锻炼 我一天锻炼 我总共的步伐加下来 不要超过一万 结束了忙碌的工作 这里是温主任 每周都要来的地方 温主任说 如果每个人 只能选择一个运动项目的话 他推荐游泳 因为人在水中运动时 肌肉的收缩 能够刺激骨骼和关节 不仅能使我们身体里 这206个兄弟 变得更加强壮 还能帮我们 练就一颗 充满力量的心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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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